我覺得我是對自己太有自信 因為我就是挑男朋友的時候 我都是挑一些就是比我矮的 或是一些比較肥胖的 妳說不定要拉公司的地位 沒有 因為通常 他們就比較好相處 然後就會對我就是你知道 很呵護 把妳當公主 而且比較有安全感 對 就比較有安全感 我常常我的每一任男朋友 每一次他們都 我的朋友都問我說 沒有 沒有 不然怎麼會配在一起就對了 我就會說 因為他們真的對我很好 可是最終你還是嫁給了 一個帥哥啊 又可以 因為就是吃過虧 想說這些豬頭 也在那邊給我劈腿 你知道嗎 豬頭也劈腿 豬頭那你愛劈得很耶 劈於無形 你都... 但我真的是 那個男朋友真的是 他還跟我同公司 所以已經全公司的人 都知道我們兩個在一起了 這更不可能劈腿吧 對 但他劈的還是同公司的 另外一個造型組的 我就發現很多蛛絲馬跡 但是我都沒有多想 譬如說他就被我撞見 就是這個同一個大樓 那廁所不是都在邊邊角落嗎 他就被我撞見 他跟那個造型組的 就在那個陰暗的角落 不知道在廁所前面 兩個人在捨來捨去 不知道在捨什麼 就是離很近是不是 離很近 然後那個造型組的 就在他身上這樣子摸來摸去 還會幫他綁頭髮 因為我那個男生 那個頭髮流比較長 對 長髮 那個男生還背對我 他們兩個是背對我 在那邊綁頭髮 那因為那個女生是造型組 好像幫他綁頭髮也滿合理的 那就是公司同事 今天看你可能褲子褲襪歪了 幫你 調一下了 調一下 翻譯 完全不合理 同事愛 可是又在一個這麼公開的場合 然後其他同事都知道 你他們在 也在搞 搞七點三個 我是後來才知道 大家都知道 只有我不知道 然後還有很多蛛絲馬跡 譬如說他跟我說 他晚上要剪接 然後我就特別在我家那邊 買了鹹酥雞 掛了電話以後 我買了鹹酥雞 跑到這裡來 想要拿給他吃 結果我在樓下警衛 就被擋下來 因為那個警衛說 他說今天全部的節目部 都沒有人在 他說你不用上去 我說可是那個某某某 他說他在剪接 然後管理員說 今天全部的節目部 都沒有人加班 你有立刻打電話給你男友 說你在拿嗎 有 我就說那你怎麼不見了 他就說 他說 因為我們要弄很晚 我們整個團隊製作人 帶出去吃宵夜了 他說我們會吃完再回來 他說大概警衛就以為 我們是下班了 但我們會再回來 那你沒有去找他吃宵夜 沒有 很合理 所以他就說 你那個鹹酥雞 我不用 因為我就正在吃 然後我後來是怎麼知道的 是他們同一個團隊的 另外一個男生告訴我的 他看不下去跟我講 他怎麼跟你說 他說 怎麼全世界都知道了 你還不知道 你是不想相信嗎 然後我就說會嗎 他就說 他們他常常吃飯 這個全團隊聚餐 他都帶不同的女生來 他說他跟那個造型組的女生 好會跑到旁邊 那個停車場的空地 晚上就會在後面 然後 喝到怎麼樣以後出來 然後你可能裙子歪的 裙子歪的 你可能裙子是歪的 今天晚上十一點 買影片線上收看 小姐不吸地